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6号星期四 大家好 实际上12月5号刚刚过了12点 我们刚刚播报了一条新闻 华为未来的接班人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 被抓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 而且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抓捕她 并引渡到美国 理由是孟晚舟涉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网上现在阴谋论很多 有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阴谋论 也是刚刚好几个网友都发来来问我们 想让我们谈一谈的阴谋论是什么 是这样子 12月1号的时候 一个华裔的科学家叫张首胜 在美国自杀身亡 据网络谣传 是因为张首胜知道孟晚舟被抓的消息之后 选择了自杀 当地的警方给出来的调查报告 认为张首胜之前患有抑郁症 是由抑郁症跳楼自杀的 然后这还不是阴谋论的完全 阴谋论的问题还有一点 在12月1号的时候 在荷兰有一个ASML的一个光刻机的制造商失火了 它的一批重要的光刻机烧毁了 那光刻机是现在就是说制芯片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和一个设备 尤其在EUV的光刻机上 这个ASML是现在的在全世界处于垄断地位 只有它能造 它不给你 你基本上你没法造这芯片了 那么它烧毁的芯片 正好是中国这边的厂商的定制的 是关于中国的芯片 所以很多人就阴谋论就开始起来了 就认为整个的这一套的动作 都是就是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是美帝要做的这个事 都是为了要阻止中国的芯片业的发展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张首胜为人所熟知 是因为它有两个 一个是发现了天使粒子 还有一个是靓子自旋的霍尔效应 那这些被认为 如果应用在芯片业的话 能给芯片业带来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进步 那我来说一下这里边的我的一些分析 首先来讲 能够把这个孟晚舟和这个张首胜的联系在一起的一点 就是张首胜的的确确 他跟华为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他以前呢也跟华为有过合作 而且呢这一次呢 这个在被在孟晚舟被杀之前 被抓之前 张首胜自杀之前呢 他们是本来呢 是要同时出席一个会议 结果呢在那之前呢 这个孟晚舟呢被抓了 张首胜呢也在同一天呢选择了自杀啊 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还不敢那么说啊 但是我要跟你说啊 这个张首胜的自杀 当然了当地警方说是抑郁症啊 我们来说一下背后的一些情况啊 张首胜呢 他是一个著名科学家 在2009年的时候呢 加入了中国的千人计划 然后呢加入千人计划之后呢 他就回国了 回国之后呢 利用国内的一些资本呢 成立了叫单华资本的一家呢 投资公司 路透社呢报道 路透社报道呢 说这单华资本呢 受到北京的资助 在一些最敏感的 全世界最敏感的一些技术领域呢 持有股份 他呢 就是说在很多什么数据管理呀 还有安全呀 数据 数据管理 数据安全等公司呢 都持有股份 而这些公司的客户呢 主要就是美国的能源部呢 和美国空军 然后呢 在今年的11月20号 也就是上个月的11月20号 也就差不多是在26天之前啊 美国发布的最新版的301的调查报告呢 点名 点名啊 说张首胜成立的单华资本 利用风险投资公司 对美国的新创进行少数股权的小额投资 获得美国最新技术的相关资讯啊 我们都知道啊 美国的FBI对中国的这个千人计划 我以前发布过一个新闻 千人计划相当于就是入狱计划 对吧 几乎这天人计划的所有人拿来 都在FBI的调查和监控之下 FBI呢 但是FBI呢 通常都是呢 放长线调大鱼 他们轻易是不收网的 之前我们讲周立波唐爽的事就说到了 唐爽呢 也跟这些人有联系啊 涉嫌呢 跟其中的中国来的有四位比较著名的 这个来就是购买这些高科技情报的人呢 有过联系 那么唐爽呢 就认为FBI的监控他 为什么是这样呢 FBI有的时候他诚心 他诚心就让你知道 我现在就是盯着你 我就高压 知道吗 我从心理上 我给你一种高压 我就为了让你处在一种被监视的 知道吗 被调查的一种高压之下 然后呢 我看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办 知道吗 因为在这种人在高压之下 通常会采取一些非理智的一种异常的举动 然后通过这个他能可以知道你去联系谁 你想你上谁求助 知道吗 那么你怎么 你想不想逃跑 你在销毁什么材料 你要做什么 这是FBI的一种的策略 那么唐爽呢 当时也是好像受到了这个非常严厉的这种压力之下 唐爽也产生了一种生理的一种疾病反应 就心理巨大压力导致生理上也不健康了 那么张首胜呢 我不知道他的抑郁症是不是来自于这种强大的压力 但是呢 FBI的轻易来讲是不收网的 但是如果是在国会做了报告了 301报告了 点名你了 那就吧 那就要收网了 那么可以说呢 这个从10月上个月的20号到这月6号呢 这个半个月来呢 张首胜从心理上来讲的 到12月1号他就自杀了 到12月1号他就自杀了 也就是10天 就是说被301点名之后 10天之后呢 他就自杀了 对不对 那这10天呢 我相信他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啊 当地警方调查之后呢 确认是自杀 我也认为呢 是自杀 不过这个不好说 是不是 咱们海外呢 华人比较多 没准过两天呢 又开始说了 张首胜是被什么 那个王岐山派来的 什么上将啊 还是什么的 那个 逼了脑袋 从楼上扔下去的 也有可能啊 之前不说那谁 是被人掐着脑袋 然后从那个悬崖 不是悬崖 是悬崖 把这个扔下去了 掐头脸上 不要啊 过两天也有可能 咱们中国人这个脑洞比较大 什么事都能出来啊 咱们到时候再说 是吧 到时候再说 有什么说什么 好 那个不能开玩笑啊 人家这个刚自杀 死人为大 咱们这个别开玩笑 他第一句是自杀了 但是之前呢 我就说过 我说过呢 就是说呢 我经常说 在海外的华人 你一定要明白 你不轻易 不要跟中国政府合作 这个金吴 金吴代 是吧 金吴代 就是当年 跟中国政府合作嘛 他那么高 高级的一个 就是他是在 他是在美国 已经做到一个 上面副部长级的 这种中国间谍 你知道吗 最后中国都不救他 都不承认他 他呢 希望当时呢 中国就是说 跟拿美国的 这个一些 就是抓捕的美国间谍 跟他来交换嘛 最后中国政府不承认 说我们不承认 这不是我们间谍 我们不承认 不是我们干的 他自己个人行为 与我们没关系 最后呢 这个金吴代 在监狱里自杀了 儿挺知道 怎么自杀的吗 他拿了一个锁脑 都是套在自己的头上 让他把自己 给勒死了 那锁脑把自己 就要 勒着这个锁脑 把自己就窒息死了 你就说这个 我天哪 这个 所以呢 你就要明白啊 你在中国做了任何事情 你在美国 你做了任何事情 你不要缴了 中国政府会帮你 知道吗 虽然说路透社和美国 都认为这个张首胜的 他的这个投资公司 是北京私住的 但是北京肯定不会承认的 不会承认这钱 是我们给他 让他去买技术的 对不对 北京不承认 你就自己兜着 对不对 那张首胜呢 现在就 就就就 就自杀了 所以呢 我要跟你说呢 这个跟芯片技术有关系吗 我觉得关系不太大 为什么呢 张首胜他搞的是 这种理论的研究 而且呢 他现在搞公司呢 搞了这么多年 他已经好多年不搞研究了 你现在指着 他去给你搞研究 很难了 他55岁嘛 他现在自杀 中年55岁 55岁的 我跟你说 在这个领域都是那种年轻的 你知道吗 年龄一大了之后 你脑里高门不行了 你只是55岁 还去给你搞这个科研 可能性不大 而且他的这种理论的技术 真正运入到实践 知道吗 这里面差着还有一万光年底 你明白吗 你这种理论上的突破 真正能够让这个工厂 让企业能拿来用 能够产生效益 这里面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所以我不认为 就是说有了张丑胜的这个技术 中国这个芯片就怎么样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也就不用让他化身成企业家 到美国来搞投资 再买技术了 那自己在家研究 在中国研究不就娃子吗 对不对 他还是研究不出来 所以这是其一 其二呢 关于荷兰的光刻机 我看了一下 不是中国政府的跟他买 他早就不卖给中国 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从理论上 从名义上来讲 并不是说对中国进售 但是实际上就是不卖给你 实际上就是进售 这个真正跟他定的是谁 是台积电 是台湾的工厂 但是当然了 这一次的光刻机给了台积电 是让台积电搞他N7家的工艺 那他做这个工艺是给谁 就是给海思的新一代的 麒麟990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当然是给华为的 咱们承认 这里面说有什么问题 咱们不知道 反正是给华为的 这是华为第一款支持5G的一个处理器 华为要帮助中国再抢夺5G市场 因为当年3G 4G 我们都没抢夺先机 这上面我们吃了很多亏 现在我们对于未来5G技术 是中国的重中之重 也是中国2025的一个核心的产业 核心的技术 那华为现在掌握这个5G技术 那这一次失火的确确会导致台积电 为华为供应这个处理器放缓 也会导致华为在5G上的脚步放缓 这是事实 但是你说就是说是国外的特务 成心放火烧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美国真的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 让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制裁台积电 来达到让台积电不再给华为提供芯片的目的 这个美国是能够做到的 美国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官方的合法的途径 去做这个事情的 而且台积电 台积电当年能够发展成 也是受到美国的资助 这个我曾经说过 这是当年的美国和日本打贸易战的时候 广场协议的时候 当时美国就发现日本的发展太大了 他要在亚洲有另外一家企业 能够代替日本 但是不要在日本的 能够给美国提供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和技术 那么当时他的张忠谋实际上是在美国 是美国人给他提供的技术和资金 让他回台湾搞的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 里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美国对台积电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美国甚至上都不需要直接出来制裁台积电 只要美国通过某一些途径跟台积电联系 不要台积电去做这个事情 台积电一定会听美国的话 所以根本用不着说是放火去烧 我不认为这个有需要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华为的5G技术发展的再好 就在你中国发展 美国 澳大利亚都已经拒绝了华为的5G的技术 连我们之前播报过 连俄罗斯都已经拒绝了 因为大家都认为华为是得到了中共军方的支持 所以如果用华为的通信的这些软件 或者硬件 用它的这些硬件这些设备的话 都担心它会泄露一些秘密 泄露一些秘密或收集一些数据交给中共军方 对吧 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 所以其实放不放慢你没有用 反正世界重要的西方国家全都不用你了 对不对 你发展的快不快 你在你中国自己玩的玩了 跟我们没关系 你去偷你 你爱监控谁监控谁 你不就监控你自己中国人吧 中国人害怕这个对不对 中国人现在五毒五菊 什么都不怕 爱怎么着怎么着 所以也就 所以就这些事凑在一起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阴谋论的成立 因为美国现在还没有到了 就是说美国也好 还没有到了一个 就是说要走投无路了 要搞暗杀 要杀人放火的一个地步 它现在通过正常的手段 完完全全就可以摧毁你的项目 实际上就是说美国 如果让台积电也不卖给中国芯片 美国也不卖 从高科技领域完全把中国一刀切的话 华为和中兴就很难再发展了 实际上这都已经足够了 根本不需要搞这种 就是说桌子下面 什么时候搞桌子下面 就好像这个燕太子丹 派这个荆轲去赐秦王 对不对 如果我光明正大的 我燕国能在沙场上 对不对 我百万雄兵沙场上 把你杀的片甲不留 一直打到你秦城的大秦的城门下 给你围起来 对不对 我用不着用这种下三段的手段 派荆轲来刺杀你吗 不需要 对不对 当我要这么做的时候 说明什么 我在镇上上我打不过你了 在这种时候我才需要 但是目前来讲 美国真的还没走到了 要到燕太子丹 要派荆轲去赐秦王的地步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咱们客观的说 那美国是不是要抑制中国的芯片发展 这个是事实 这个我承认 对不对 美国现在也 因为中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而且中共现在已经很明确的给人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 它不管是在科技上还是经济上发展了之后 它都把这些力量运入到军事上去 玩的命的跟下饺子似的下军舰 现在喊着要造七艘航空母舰 建七个航母战斗群 你想美国心惊肉跳 你如果是一个民选制的国家的话 它还好 你如果你像英国 法国这些 你是民选制的国家 对不对 那你这个国家发动不发动战争 由你的国会要授权 对美国也是 如果发动战争需要国会授权 国会是不可能授权总统轻易去发动战争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发展一些军事的 美国还心里还不那么担心 但中国不是 中国是上人一拍脑门 他妈说打谁 明天就打谁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让你去发展军事 你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这是OK的 但是中国现在很明显野心非常大 把我们的就是说每年的军事投资 我们的军备预算实际上不高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的我们的科学的预算 科技的预算实际上都是运用给军事的 我们的科学领域一有了先进技术 马上就给我们的部队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提高提高 野心很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也担心 所以在芯片方面的确是在遏制我们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不是说美国不想这么干 因为我怕我吃完之后大家就说了 美国的确想这么干 但是我的意思是美国想这么干 它还有很多桌面上 它可以跟秦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它能有跟中共在桌面上一决高下 还没有必要呢 搞那种下散烂 因为如果搞这种下散烂 你要明白 在中国如果上面下令了 搞下散烂的可以 但是美国不行 谁如果下令干这个 如果被发现了 你想啊 尼克松派人去就窃听了一下 这个对面政党的这个会议记录 都被弹劾了 对不对 如果知道上面有谁搞了这个的话 那美国总统是要被弹劾的 美国总统就要马上就要辞职的 如果是FBI下了令 或CLA下了令的话 他们马上 他自己得坐牢 这个在这种民选制的国家 在这种靠选票的国家来 法制的国家来 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做的 不论你用什么手段 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 这就是为什么周立波 能够在美国全身而退 就是说你有毒品吗 有毒品 你有枪支吗 你有枪支 但是警察搜查你的时候 他的这个行为不合法 那这个证据全部都不予采纳了 你懂我意思吗 程序正义 他程序正义是非常非常讲的 所以在这种方法上 我也是说 我们要 经常我就说 你看我们现在也要再说打败中共 对不对 我刚才说什么 卡着帮往下揣这些 我就说 他搞这些东西 能不能对中共造成伤害 是能的 我不是说对中共不能造成 我承认海外的一些华人 在搞的一些事情 是对中共会造成伤害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 只要能够对中共造成伤害 就应该支持 我的观念 当然了很多人觉得我是个傻缺 我是个傻袍子 你知道吗 我不能这么搞 我这么搞是不对的 因为我也是追求程序正义 我都认为就是说 我们要跟中共去斗争 我们要制约中共 我们甚至要把中共可能一分为二 把它分成两个 像当年民主党 国民党那样 国民党不是宋普约出来之后 又搞了一个亲民党吗 一下就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 就元气大伤 我那一波也是呼吁 就是党内是不是有人 就是比如像薄熙来 能不能哪天放出来了 从共产党内拉一拨人出来 另组一个党 或者看看党内还有谁 李克强能不能拉个党出来 或者习近平干脆就学叶丽青 说叶丽青当年不就是吗 就让他讲话 我宣布退出 作为共产党 对不对 那习近平能不能这么搞呢 我也希望 这是我 我希望 我希望看到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跟中共做斗争的工程当中 程序正义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我是要跟你做斗争 我呢 可能某种程度上的 我也要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战胜他 而是应该是征服你 征服是什么呢 是从心里 到口头 你全都服 你心服口服 你明白吗 就跟 嗯 对 唐僧一样 唐僧 靠你脑袋了 唐僧 就跟唐僧一样 就是说 我要战胜你 我还用一种慈悲的手段 就好像 举个例子吧 功夫 周永迟俩那些功夫嘛 到了最后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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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就学挖的那哥们 反正他还要 要偷袭周永迟嘛 然后周永迟 那个 还把他就发现 知道他呢 对自己的心怀不轨 要杀我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周永迟呢 可以一巴掌 把他拍死 对不对 一了百了 对吧 你是个大恶人 我救了你 你还要偷袭我 你还要杀我 但是呢 周永迟说了什么 周永迟不但没杀他 周永迟问他 你是不是想学我的功夫 我交给你好不好 这叫什么 以德服人 我不但不杀你 我还把我的武功呢 传授给你 就是让你最终 就是什么呢 心服口服 那个人一听呢 就服了 就叫 马上跪地上磕头 我就叫师父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程序正义 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我知道的 我这种的 非常非常的 理想化 我自己也承认啊 我自己也承认 但是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你只有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 如果能够战胜了 中共 我们才有可能在中国真正的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如果我们不追求程序正义 我们用了一种下三滥的手段 即使我们战胜了中共的话 也不过就是成立了第二个共产党或第三个共产党 也不过就是改朝换代 而我追求的不是改朝换代 我追求的是真正的能够希望为中国改变这个体制 那么你要想改变这个体制的话 你就不能与这些人同流合污 你在境界上 你在理念上 你必须要高于他们 你要体现出我与你的不同 我与你的那种不同 不是说我们就不在一个星系里 你明白吗 你在银河系 我就不在银河系 我的近 我们咱俩之间的不同 不是距离的不同 不是说你往前跑了五十步 我往前跑了一百步 都跑了 对不对 五十步笑百步 不是这样子 你和我之间的差距是境界的差距 是我们就不在 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就不在一个世界里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有可能 真正正正的在中国成立一个民主法治的自由的国家 让老百姓真正的能够 迎来一个新的曙光 对 好吧 就等到这里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